大家好,我是劍橋大學法律系學生Chloe 上一集分享了很多關於劍橋的讀書生活 雖然是有壓力的,不過在這個自主的學習環境,我都讀得很開心 而今集,我會帶大家了解一下讀書以外的劍橋校園生活 我在劍橋其中一個很喜歡的活動,就是劍橋的康河噴程 不少遊客會參加導賞團 工作人員一邊抄船,一邊介紹沿岸的風景 了解劍術背後的歷史 而校內學生就可以選擇租船自己搶 又是另一種滋味和體驗 劍橋提供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運動 讓學生在課月的時間放鬆和鍛鍊體怕 最著名的就一定是賽艇 運動員每天要朝五點起床訓練 備戰和牛津大學的隊伍比賽 另外,我們一班來自香港的學生 每個星期都會一起踢球 有一位同學更入選了大學的淺藍校隊 去參與牛津劍橋對抗賽 花時期比賽加油 其實在劍橋國節很精彩 有很多不同的活動可以參加 今年農曆新年,劍橋舉辦了年銷市場 除了有港式小食攤位,花時,還有舞獅表演 當時劍橋的市長也有出席 我們一班同學會一起吃團年飯 聖誕大餐 也不少得萬聖節的裝扮派對 所以說在劍橋生活,過節也不會覺得孤單 我來到劍橋不是很久 但是也參加了不少的校內活動 記得有一次晚宴靜蘇格蘭的重要節日 紀念詩人羅伯特彭斯的大集 表演你對著蘇格蘭裙,吹奏風笛 我們就一起跳蘇格蘭的傳統海里舞 除此之外,我們也有不少參加畫劇和音樂劇的機會 留下了很多難忘的回憶 一年兩集分享了在劍橋的校園生活 相信大家對這裡讀書和生活有更加充分和全面的了解 希望我們提供的資訊可以幫到有興趣報讀劍橋 或者即將入讀劍橋的你們 遲些見!